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把上几个讲的这个拉过往的爬虫 来继续玩上下 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分析了这个拉过的职位的接口 对吧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什么呢 就是某一个职位 它对应的那些详细信息 把它给爬起出来 那么上几个我们是已经在这个地方 是吧 就是你可以获取到每一页当中 它的这个职位的这些简介信息 就是一些简单的信息 哪些简单的信息呢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加上这个文件里面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的话 这些带这些数据 就是刚刚我从下面把它给拷贝过来的 就是这一页的一个人的数据 他保存的这些数据 他不是保存在这个result这个里面 然后他保存有这个标题 有这个职位的名字 还有这个发布的时间 还有这个什么呢 还有这个职位 他的一些什么优点 还有什么东西 但是什么呢 但是对于一些什么呢 像职位诱惑 职位描述 认知资格 这些东西 在这个里面是没不存在的 没有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就获取到一个职位 他所有的那个真实的信息的话 我们除了获取到这一个 每页当中 这个职位的这个列表 还不够 你还得针对每一个职位 去爬起这个详细页面 把这个信息把它给爬起出来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几个就把这部分动作来完成下 好 这地方我们现在的话是 在这里 就是你如果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那么说明你现在是已经 获取到了一页的一个正的 JS出去的 对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保存一下 把手机的话来保存一下 你直接掉这个Response的JS的话 它是不是反过来的是一个字典 对对 反过来的是一个字典 这个JS的话 这个方法 它会自动的将那个JS出去 把它给load成一个字典 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里边就来保存一下 就是Result 好吧 RESULD 这个是那Response 点那个JS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 取下这个里面的值 那个Result的话 它反过来的 这个Result 看这里 它反过来 这个Result是一个字典 对不对 那么我们想要取到的是这个Result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要去多部取的 对 第一步 要去拿到这个空内的 拿到这个空内的 以后 你再拿到什么呢 拿到这个PositionResult 拿到这个PositionResult 以后再拿到这个Result 这样的话 这个Result里面 才是真正的保存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 好吧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写一下 就是那个Position PoSiTiS PoSiTiS 是等于这个Result 那个什么呢 RESULT 下面的那个 呃 来看一下啊 它是叫做Contin 对吧 C 然后的话 然后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啊 下面的这个 这个PositionResult 对吧 这个还有还是什么呢 还有是 嗯 Result 对吧 来取 要取三级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它反过来的就是一个列表了 这个Position 就是一个列表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一个中报啊 一个中报上面这个地方是一个列表啊 一个列表下面每一下的话 代表的是一个值位信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变定这个列表吧 For X 应什么呢 For Position 应Positions 然后的话再来 再来首次的话获取这个值位的ID 好吧 获取到这个值位的ID啊 那么为什么我要去获取这个值位的ID呢 因为一个值位它那个详情页面的话啊 它是根据你的这个ID来确定的 就是职位哈 这个URS 它前面这些部分是一样的啊 然后后面这部分也是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中间这部分 中间这部分的话 就是代表的是这个值位 它的那个ID 那么如果你换成其他的值位ID啊 这样的话就请求到的是其他的值位 明白 好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首先来获取这个值位的ID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再来获取什么呢 再来获取一些 我们想要的一些这样的数据啊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数据都在那个详情页面当中去过去吧 所有的数据我们都在详情页面当中去过去的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拿到这个值位ID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构建这个值位 它的那个详情页面的那个UR 对不对 好 那么UR的方式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叫做position啊 以下方线UR啊 这个这个什么呢 来 把它给考虑一下啊 什么叫C 复制本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好 中间这部分也把它给改掉 对吧 改成这个什么呢 百分之二 然后这个这个方式百分之二 然后是sell 那个positionID啊 好 这里面呢 好 是一个啊 来到这个UR 接下来我们再去什么呢 再去请求这个UR 然后再从这个UR当中对应的那个详情页面啊 就是这个详情页面 把相应的数据把它给提取出来 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再来第一个函数吧 做到PAS PAS 解析 那个什么呢 position Detail页面 对吧 好 这里面给一个UR 好 然后的话 UR 然后的话这个我们暂时先写啊 这里面的话就是那个 呃 PAS 解析这个positionUR对吧 这地方啊 让他什么呢 沉睡一下啊 或是break 就是说 我现在只去请求一个指挥信息 看一下OperOK 如果OK的话 我再去请求其他的指挥信息 好吧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先去请求一个 先去请求一个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再去请求啊 request给那个什么get 然后是个UR对吧 data啊 不需要data啊 这个hiles hiles的话我们就把 呃 这个东西拿到外面去 好吧 拿到外面去 方便其他地方也用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用这个hiles 好 接下来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响应 request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打案介绍什么呢 request 点那个test啊 保存一下 我们的家来愿意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 还是要葬礼一下啊 还是要葬礼一下 因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现在这个地方for for行为要走14页 那么走14页的话 待会儿肯定又会把这个爬虫搞得太 太太仓促了对吧 说的话就会被啊 被这个拉个网被他封掉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段话就也是break掉 就是只去获取一页的数据 然后获取到一页的数据以后啊 我再只去获取一个职位 他的这个里面的详细信息 对 获取到以后 我接下来再去采取其他措施 去把你其他职位信息 好吧 就是我们在写代名的时候啊 要一步步来一步来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再来评一下啊 没有container是吧 没有container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他反复的是那个 呃 是那个太平凡了 我们这边来打一下吧 他也太平凡了是吧 那么我们就只能去换一下那个IP地址的啊 现在就只能去换一下那个IP地址的 呃 或者这样吧 我改一下这个啊 酷给信息啊 也有可能这个酷给信息 就是已经过期了啊 就已经被他识别出来了 你想一下哈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当中能够访问到这个页面 但是在这个爬中当中访不到 就说明肯定是我们这个什么呢 这个爬中被他识别出来是一个爬中的啊 对吧 那么如果你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他是知道我这个IP地址是一个爬中 他就会将我整个IP地址都封掉 那么我在浏览器当中去访问 同样也是访问不到的 对 那么我在浏览器当中访问到 可以在爬中当中访问到 说明啊 他是把能将我的这个爬中识别出来了 对 除了这的话 我们就去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些参数啊 最简单的这个参数的话 就又是有可能这个什么呢 这个酷给信息变了啊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酷给信息重新改一下 好吧 呃 就是去分析他的这个接口的话啊 就是可能有很多问题啊 就是呃 有可能某个地方改变了 就有问题对吧 那么呃 最简单的方式的话 就是去使用这个什么呢 呃 现在这个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啊 待会我们会跟大家讲的啊 好 再再重新运一下 好 现在的话是不是就来了 对 来了啊 好 来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请求到的这个啊 页面的数据 是否是跟这个网页当中的这个数据 是一模样的啊 是一模样的啊 呃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第一个职位信息 是哪个职位信息呢 他我们只要去看一下他的这个ID就可以了啊 来搜索一下这个什么呢 就造成啊 嗯 这个地方啊 他的那个职位ID叫做338 这个对吧 可能叫C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来啊 哎 3389 9654 呃 9654 9654 哎 就是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相关的数据 没有啊 这个地方 我们可能加C复制问 然后可能加F 可能叫Win搜索一下 哎 要搜索下面的 好 要搜索下面的 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这个啊 哎 看一下啊 平安科技 这个地方是平安科技 对吧 这个地方是是不是平安科技啊 对不对 说明我们现在获取到的这个页面啊 是一个正常的页面 对不对 好 那么确认完这个事情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解析这个数据的 对不对 那么就是使用我们直接导入的这个什么呢 LXM这个库去解析啊 好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啊 tab test是等于这个response 点test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来构建一个这个atmail对象啊 就是这个e3点那个什么atmail 然后把这个test给扔进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atmail这东西去执行那个插把使用法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 先来获取一下这个职位 他的这个名字啊 来右键来检查一下 那么这个职位的名字 他是保存在哪里呢 他是保存在这个啊 标签是等于这个sway 然后把class就等于等于类伍的这个啊 标签下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来写啊 就是那个两个斜根的话代表的是 哎 获取呃 代表的是那个子松阳索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我获取这个sway标签 然后这个sway标签 他有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类伍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就获取到这个sway标签啊 然后获取完整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取名啊 当然好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第二是不不仅仅是要去获取这个sway标签 我们要去获取到的是这个sway标签下面的文字 对不对 所谓我们这地方给他加一个什么呢 斜干 然后是test啊 好 这个地方的话就拿到这个什么的啊 position name p o s i s i t i position name 是等于东西对吧 再来打印一下 不认识一下position name 啊 从这架子往下 然后我们邮件再来指一下啊 哎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来了 对了就来了啊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职位信息的名字已经拿到了啊 已经拿到了 这个地方我为了不要那么 呃 混淆 我就把这个信息把它给删掉 把上面这个打印信把它给删掉 好吧 好 拿到这个东西又接下来我们再来去获取其他信息啊 比如说还需要获取什么呢 还需要去获取哎 比如说是个薪资啊 工作地点 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经验啊 然后的话是这个学历啊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把它给获取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把鼠标把这个地方选中 对吧 他是放在哪里呢 所有的这些信息他都是放在这个job request这个下面 对对 那么我们就首先先来获取到这个job request的这个 这个这个标签 获取到这个标签以后再来获取下面所有的这个spin标签啊 再来获取下面所有的那个什么的文本信息对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写啊 就是 那个job啊 i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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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须也是的啊 job request等于什么admail.xpa贴手 x bus啊 然后这个db然后是这个 id 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啊 也可以 也是的啊 下面的是什么呢 下面的spin下面的spin标签对对 因为spin标签是属于他的那个僧元素的啊 不是直接走元素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就应该要给两个鞋看 对对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取到说的呃那个spin标签 拿到这些四倍标签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一个个去获取所有的四倍标签 然后再从四倍标签当中去获取这个里面的文汇信息 对对 好 首先的话是第一个四倍标签 就是salary四倍标签 s-a-l-a-r-y 是四倍 是得这个什么呢 job request里面的第0个 对对 好 这里面我们来写个 好 这样的话获取的薪水 对吧 好 拿到这个薪水 薪水的这个四倍标签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这个里面的文汇信息 好吧 salary s-a-l-s-p-a-t-s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那个什么呢 在单情这个路径下面下面的test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来 s-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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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地方这个东西取出来 我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东西啊 对不对 等于这个东西 我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将这个代码 可能在x放到这个后面来啊 对对 放到这个后面来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拿到这个薪水了吧 这个地方就不是 就直接叫做 就是直接这个薪水 对不对 而且这个薪水后面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一个这样的小空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小空白把它给伤掉 就是点sdip sdip啊 sdip啊 保存价啊 再来执行价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薪水了 对了 可以得到这个薪水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薪水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 第二款是那个城市对吧 这个cd啊 cd是个这个 我应该叫job request 它是属于第一个 对了 第一个啊 点sbth对吧 然后是下面的那个什么呢 嗯 test啊 然后是也是取名啊 然后是点sdip sdip啊 好 来打印一下这个cd对吧 保存价我们的家来用下 好 那么现在的话就可以得到这个城市了 对 但是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有些相关的啊 不需要的东西对吧 比如说这个中间的这个空格 以及这个什么的反鞋干 这个鞋干 那么我们就把它给伤掉 把这个给伤掉的话 然后我们可以介绍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个什么呢 政策表达式 对吧 好 那么这地方import一下啊 import的是这个i1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 呃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cd啊 是cd又等于这个上的i1点sab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是啊啊 就是啊的话代表是写那个政策表达式一个最好的方式啊 就是写政策表达式的时候推进时 在前面给他加加啊啊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 呃 反鞋干s就是这个扣白字符需要被删掉是吧 他可能有多少个啊 那么我们就一个中博把它给跨起来 呃 鞋干s还有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鞋干也要把它给注视掉 也要把它给洗下掉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把啊 然后的话把它给替换为这个空的自占 然后把这个cd拿进来啊 好 这样完整个接下来我们再来打暗息的cd 我们的家死房子下 我们的家蓝运性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城市的那个啊 那个真正的名字啊 对 好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工作连性 对吧 那么我这里面我们再来获取啊 就是那个work 呃 我和那个 啊 一二四 一二二四啊 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他是 呃 这里面来拿过来啊 就是 可能在c直接这个边来了 对吧 这里面就是那个二了啊 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打暗一下 看一下能够获取到啊 保存下 再来走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啊 但是也是要把这个空空白空格和这个鞋干把它给去掉 对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这个work years啊 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i.sub啊 然后是个 这个东西也是来删除一下啊 然后的话这个鞋干啊 然后把它给替换成一个空的自占对 然后是这个呃 work years啊 好 接下来再来打暗一下这个work years 保存下 再来重新运一下啊 好 也是经验经验三的五年 ok的 对不对 ok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学历也来写一下啊 学历的话 我们这里面就直接用一个叫做education来写啊 job 然后是第三个对吧 第三个点啊 这地方 然后是那个education也是要education我看一下啊 education也要去一下啊 edu education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i.sub啊 直接拿过来吧 直接拿过来啊 就不写了可能加c 然后拿到这个可能加v啊 这个地方是那个edu education啊 接下来来打一下edu啊 保存下来运一下啊 好 那么就是本科技上对吧 好 还有的话一个全职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写了 好吧 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职呃 职位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就把它给拿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这个职位的那个详情信息 对吧 职位的详情信息是在哪里呢 再来看一下啊 呃 来看一下啊 他这在哪里呢 他这在这个叫做job detail这个下面对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job detail下面啊 但是这个job detail的话还包含了一些其他信息对吧 比如说这个发布者是谁啊 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并不关心对对 我们想要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个岗位职责这些东西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鼠标放在这个job bt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选中了这个所有的这些职位信价对对 然后下面这些信息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选中对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找到这个job bt这个下面所有的那些哎东西就可以了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找到这个滴滴的话啊 就是找到这个class等于job bt的这个滴滴啊 找到这个东西后再拿到下面那个稳稳稳好吧 对吧好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个position啊 或者dsc 描述进去吧 等于这个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asmail.sbdh啊 然后是这个过去的这个db 然后是这个add class css啊等于这个什么等于这个 job bt对吧 下面的那个我们的信息啊 来打印一下 好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啊就有了啊好 那么这个的话他反过来是一个列表啊 反过来是个列表 当然如果你啊不想变成一个列表啊 那么的话你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它给呃变成一个字符上啊 变成一个字符上的话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做啊就是一共用一个空的字符上 然后掉一个叫join方法 对不对 这样这个join方法啊 join join方法啊 这样的话他就会将整个列表把它给组合成一个这样的字符上 对不对 把它给组合成一个这样的字符上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啊职位的详情信息的 对对职位的详情信息啊 嗯然后的话我们也是在这个里面呃 把它的一些前后的空白字符把它给伤掉吧 就是这个啊 再来看一下啊 好那么就是前后的一些空白字符就把它给伤掉了 中间这些空白字符的话啊 是有可能需要的 对对有可能需要的啊 当然这些数据到底该长成什么样子啊 这个的话就要看你公司到时候想要想要什么样的 好吧 好那么这样的话好我们的这期课的就是啊 获取那个拉购往详情页面的这个啊 爬虫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好好那么这样的话 大家也是来更一下这一步啊 来更一下这一步啊 好那么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